D.C.MOTIVERSE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奧迪徐歐迪 那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的呢 一樣是我們賣法輪玩具系列的 D.C.MOTIVERSE 那這一隻是我們的 比較新的一個版本的小丑 就是無限邊境 在繼D.C.REVERSE之後一個新世代的章節 但是這個因為具體我也沒有太多的研究 也是網路上查詢的 那今天就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一隻比較新的 我覺得還不錯啦 其實小丑一直以來都是D.C.很重要的一個IP 就是賣法輪除了出蝙蝠俠真的是出非常非常多 然後小丑的話也是有略有幾次 而且小丑一直都是一般受眾 都是很歡迎的一個反派角色 那這一隻也不意外就是也是有收進來啦 那可以給各位看一下它的外盒 前面就是一個商品本人 後面的美術圖片 好那我們就非常快速的來開箱 小丑 好嘞 那我可以先給各位看一下 它的細節 整個一樣是綠色跟紫色的配色 就是一個非常經典的顏色 特別是它手部這邊 也是有做一個拿著它的小眼球 好的那我們就趕快來看一下細節如何吧 好的那我們就可以先來看一下這一隻 一樣賣法輪的底座 Trading card就是角色的交易卡 正面就是一個漫畫的圖片嘛 背面就是一個角色介紹解說 好那這隻就是我們這一次無限邊境版本的小丑 看一下它的可動如何吧 那我們一樣從它的頭部開始 頭部的下低 下低沒什麼幅度 這樣就是它最低了 然後上台 上台明顯是有多一些啦 就會可以看得出來它的頭部是有往上的 這一隻的上台空間比較足夠 然後左邊側轉 右邊側轉 嗯 幅度也是滿有的 360度 整隻頭旋轉沒有問題 肩部的平舉 這一隻一般平舉的 幅度其實就滿大的 就不太需要 然後還不用調整它的那個肩部關節 它就可以舉到一個比180度還要高一點 那如果你調整它的關節的話 它一樣可以做到整隻手舉到最高 但是因為它的這個衣服的地方 還是有一點稍微那個多出來的塑膠位置 就會卡住 限制到它 沒有辦法兩隻手都碰到這樣子 二頭肌這邊一樣有做切線 所以整隻手的旋轉 沒什麼大的問題 手部雙關節 這一隻的雙關節我覺得就做得還不錯 因為畢竟它整個人就是細細的一隻嘛 然後因為它這個手部的有其他手部的動作 所以它用它的軸關節可以很好調整它手的角度 你就可以做很多不一樣姿勢 不一樣的感覺 就是怎麼講呢 它的動作可以看起來比較俏皮一點 就是都要用它的這些關節處來打倒 我覺得這一隻的可動就 非常在水準之上 很喜歡 然後腕部關節 360度球形 沒什麼問題嘛 胸部 畢竟它的這個Joker的都是做一整套連體的服裝 所以它的主要的移動會在下腹 然後下腹的差不多的彎折 腹部基本上活動比較 靈活度會比較低一點 那360度也是都沒什麼問題 腳的平局 非常的靈活 比180度還要再開 你基本上一直往上凹都沒有問題 前後踢 前後踢也是可以 整隻非常的靈活 然後膝關節 雙關節 向後 雖然是可以頂到屁股 但是因為後面這邊還有一片 就是它的100處 然後我們的腳部 腳部能動的幅度其實就不多了啦 因為它這個 褲管的位置都做那種硬塑膠 所以它其實扭動的幅度就不會到真的太大 但是你看360度還是沒有問題 麥法蘭的腳尖 腳尖 然後可以看一下它的背面 非常乾淨設計的一隻角色 給各位看一下它的頭部的部分 這一隻很特別啦 就是它的那個 左邊的這個眼睛 算是它的右眼 這眼睛它是做一個縫合起來的 就跟它的角色造型一樣 然後它的那個消失眼珠在哪裡呢 就在它的左手 它的左手就拿著一個小眼球 這個眼球就是 算是它的右眼 它就拿它手上有沒有這個小小的這一顆 就是它的眼球 它直接做的是 因為畢竟如果是分離的配件 第一這個做工太麻煩 第二一定會把它搞丟 所以它就直接把它算是一體成型的 做在它的手上面 那我覺得這樣也很好啦 就你不至於會到搞丟 然後可以看一下這次這個手套的細節 也是很像那種米老鼠 就是一般那種皮手套 髮色啊 也是有做一點那種白色的白漆在上面 看起來就比較有層次一點 一路到它後面 有沒有這個頭髮的那種層次 然後來到它衣服的部分 經典的黑綠配色 胸前也有一朵小花 然後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標準的 Joker的衣服啊 摺皺 感覺也是不錯 都有做出來那種衣服的摺皺感 一路到它的腳 腳的部分的細節 這個褲管 我很喜歡褲管這邊啦 不管哪一隻Joker 它這個褲管其實做得都不錯 就是看起來有那種 皺摺的紋理 但它又是做那種很硬的塑膠 就是我覺得這種 我蠻喜歡那種硬塑膠的感覺 然後我們的鞋子 鞋子就是也有做這種黑白的層次 比起它一整隻就黑色的那種 我覺得這種層次也有提升它一點 那種質感的感覺 背面就是一些簡單的紋路 紋理 然後還是要強調一個就是 這一個Joker版本啊 我覺得是蠻特別啊 就偏英俊 沒有說特別可怕的造型 但它就是一個 看起來會讓人家覺得很舒服的感覺 不是那種太邪惡版本的 反而是我覺得就是看起來很健康的一個小丑 然後一樣給各位看一下這一次的這個小刀 它造型看起來是比較有質感啦 就是一樣它的那個握把處 有做那種皮革纏繞的感覺 刀的那個刀柄部分也有很花俏 就是一把很簡單的小刀 好的以上就是本次的開箱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一定期不定期的跟各位分享有關賣法欄 或喜歡的玩具的開箱或解說 那希望各位喜歡 我們下次見